高雄柏埃二路上是許多醫美診所的 兵家必爭之地 沒想到卻傳出有不法業者 隱藏在這個住商混合大樓裡頭 原來橋樓地檢署發現一名彭信女子 為首的這個非法醫美集團 在租任這個大樓裡頭 來從事非法的醫療行為 而根據了解 他們除了在這個網路上 招攬這個便宜的醫美療程之外 還會把人分別帶到高雄的柏埃二路 還有像是北部的林省北路 甚至是新店三個工作室來進行治療 而由於有民眾這個得知這個消息之後 覺得價格太過離譜 因此向這個橋樓地檢署來通報 而橋樓地檢署發動搜索9月26號 果然就逮捕了彭信女子 以及其他五名的共犯 結果發現6個人都沒有醫師資格 另外發現他們使用的 像是這個超音波儀 其實還是大陸進口的反冒品 而就算他們使用的一些衣材 有些也都是反冒的 因此已經涉嫌這個詐欺 以及違反了醫師法 目前彭信女子遭到收押 而其他人也分別遭到交保 這就是我們所掌握的確認情況主播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